原方傳來一聲轟然巨響 狗狗本來躺在沙發曬日光浴 嚇到跳起來逃命 美國華府四號幾乎全程都聽到 恐怖爆炸聲 這對夫妻在家裡自談 自唱錄影片 談到一半 也被巨大聲響嚇到 女子嚇到整個人震了一下 花絨失色 兩人隨機起身 查看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這是美國F16戰機緊急升空 產生的音爆 美東時間四號下午 一架塞斯納輕型飛機 飛敵紐約地區空域 突然以近乎一百八十度大迴轉 朝向維吉尼亞州方向飛去 途中將會經過美國首都華府上空 國民警衛隊空軍 立刻派遣多架F16戰機升空 狂追這架輕型飛機 並允許以超音速飛行 民眾才會聽到超音速音爆聲響 戰機上飛行員還用肉眼目擊到 輕型機飛行員已經呈現昏迷狀態 戰機一度釋放熱誘彈 想吸引注意也沒用 最後輕型飛機墜毀在 維吉尼亞州一處森林 機上疑似共有四人 並處於自動駕駛狀態 整起事件前因後果還有待釐清 記者綜合報導 結束 現在 track 過去 你 能榮 報告 內心 Twins